欢迎黎一彤你好 他在SNH48里面 他也是一个理解的位置 你好叮当 叮当是又有实力 又有感情的一名唱将 江永鑫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哈喽 欢迎我们的江应荣 江应荣是一个很有实力的 一个唱跳歌手 中国的女歌手里面 我最期待看跳舞的人是她 来了 你好 白起刚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白起刚 在舞台上 特别特别燃的男生 我觉得她像火焰山 就是能把现场点燃 跳 好 黄妈一向以来就是以唱功超强著称嘛 她只要一唱高音 就觉得山崩地裂那种 各位 在我的右手边呢 有三个盒子 这三个呢 是传递有机正能量的 经典音乐能量盒 红色代表梦想 绿色代表幸运 橙色代表勇气 待会呢 各位 你们要通过来选择 你所喜爱的颜色 进行搭档组合 藏龙卧虎的那种感觉 压力非常的巨大 然后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能跟那么多 厉害的音乐合伙人同台 我想要去尝试各种 不一样的风格 融合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最想搭档的是黄妈 我盼望用我的经验呢 去帮助她们 今天我们节目中第一组 飞行合伙人 两位是选秀冠军 有请佳英荣 我来了 加油 好 我选绿色 花语是万事顺利 来 这是真实的吗 我选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也是唱跳居家的女孩 你等 再想再想 还有一点就是 她在开的比赛当中 也取得了非常好胜利 是第一名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过去也要骄傲 永远要骄傲 我也是第一名 素其道不子 一 二 三 第一 三点八克优质乳蛋白 营养高品质 就是我见到你我害怕 我怎么害怕 因为你这个低瓦的实力太厉害了 我觉得还是找一个我们 就是彼此都能尝试的一些 对不起 往鼓风上面靠一靠 试试呢 鼓风就应该那种温柔一点 可以诠释那种摇滚的鼓风 我现在搜一搜 有没有摇滚鼓风 副歌上面歌还蛮多的 电子鼓风歌单 红昭院 好 咱们就选这首歌 天作之后 耶 畅想天资金曲 畅想有趣生活 马上进入到今天畅想时刻 那句好 是 喜爱 好 其实 想去 并且 是 想去 乖 我先回到今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秀曾踏 眉目刚离你做床家 捧你留下纸上白发被终究闭话 年少风雅血已怒骂也不过一刹那 难免树楼耳诗言下莫测变化 隔绝山海转身从容奸插 你身上曾经一段过往 将心情都流放 可曾一些荒唐 才记得你的模样 隐身说 随即被质量好 关于你暗号 并且修了这沧桑 你还在我的心上 彼此难免的春风 一道财路断玲珑 来去情世虚余问 常有不归莫相送 可念冬军之乃酒 心胸因此地伤痛 枯竭头烟枝色 也许沾白雪沾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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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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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烈流沙 剩生白髮 被終究壁劃 二手風也寫一路馬 也不過一場難難 二面疏漏 二世眼下莫測變化 隔起深海 轉身從容堅長 從幾段過往 將心都未來 隔著你些荒唐 才記得你的模樣 誰聽給知了他 關於你安顧 變成了這草草 你還在我的心上 誰聽給知了他 你還在我的心上 誰聽給知了他 才記得你的模樣 誰聽給知了他 關於你安顧 變成了這草草 你還在我的心上 你還在我的心上 謝謝 接下來我們把掌聲送給李一彤 江應榮 歡迎來到我們經典天賜的聲音 台上兩位 你們今天這個表演 台風這麼穩健 尤其像應榮 我覺得完全游刃有餘 我覺得束縛不住你啊 你看你們現在這麼棒的實力 都是因為你們兩個 經過層層的選拔 層層的競爭才到了今天 一開始其實我看到李一彤跟江應榮 在一起的時候 我還有一點為李一彤擔心 因為我覺得江應榮 在我們的心裡 是一個非常的火辣 然後能力是很強的 這樣的一個歌手 然後我又擔心說 李一彤會不會遇到這樣的對手之後 失掉了一些自己的味道 但是我剛剛看到的是 台上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李一彤 包括他自己的 從演唱到他的肢體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非常的得當 過於了 過於了 今天其實一彤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驚喜 在此之前我對一彤可能唯一的了解 一個是來自於 你那個著名的車禍現場 真的是讓我心裡特別有陰影 因為對你的表演沒有任何的期待 所以今天反而收獲了一個驚喜 我之前唱歌有一次很嚴重的翻車 然後當年拿了年度十大車禍前 第二好像不是第一 那是唱那個Taylor Swift的歌嗎 對 我很愛他 你覺得他真的翻車了嗎 對對對 真的是翻了 其實我覺得還好啊 但是你拿那個伴奏帶 沒有Taylor Swift的和聲在裡面 像他的專輯版本是有很多的和聲一直疊著 就你那個聲音就特別的赤裸 就是本來我對自己唱歌還挺有自信的 但可能我英文實在太爛了 所以後來就是導致我每次站在別人面唱歌 我都會特別特別緊張 很多人一直把你和居靜一做一個比較 蠻多的說實話 因為大家同在一個團體裡面 肯定被人拿來比較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小居市上確實有很多很優秀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學習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競爭的目標 所以我也只能努力地完善自身來加強這一點 人不可能因為一輩子都達不到那個目標 就停止奔跑 所以我不會放棄 那我覺得大家常常會覺得 比較這兩個字好像就是洪水猛獸啊 可是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覺得 比較是一件壞事 只要這個比較是個良性的競爭 其實它會刺激我們更加進步 張允榮 你應該把你的化妝師 把你的服裝師 還有你的排五師 你全部都炒掉 一個女歌手 一個唱掉女歌手的成功 除了她自己百分百的努力之外 真的還是需要那些跟她合作的團隊 都努力去做得更好 我們才能匹配得上她這麼好的歌手 我們要和她一起努力 張允榮 今天我還是覺得 你還是兩個字啊 還是不敢 講話不敢 做動作也不敢 其實很奇怪 按理來講 其實像你這種類型的藝人 在歐美應該是屬於主流的藝人 那她們以什麼來標榜自己呢 就是敢說敢做敢跳 那往往在你這身上就是不敢 其實我覺得這個歌更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 而我可能跟這首歌有一些出入 但是也是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玩 因為有一些碰撞 有一些角色的帶入 2009年的時候呢 我是那屆快樂女的專業評審 然後我和各個唱片公司的老總啊 我們一起選出了那一屆的冠軍 對 就是姜應榮 所以呢 我們真的對姜應榮是有感情的 我們都非常期待著歌壇會出現一個 不一樣的新的女歌手 那她是姜應榮 我們期待著她能夠叱咋風雲 能夠引領這個歌壇 因為她身上有太多的可能性 但是11年過去了 這個姜應榮已經 越來越少被人提及了 這個是我們當年所期待的 那個冠軍的發展之路嘛 那包括今天這個舞台 她就帶來這樣的一個演唱嘛 該有爆發力的時候 你就那麼含糊帶過嘛 在這首歌裡邊 好來說你 你不敢 你不僅僅是不敢 你太缺少一個自信了姜應榮 你有這個條件 你是那一屆的冠軍啊 你是綜合條件最強的一位 但是你的發展 比其中好多位都差 姜應榮 既然你來參加這個節目 她的白客戶 等一下 先生您說 作為一個老朋友的話 我真的希望 你更確定自己的音樂方向 而不是一會兒一變 或者是猶猶豫豫 我知道 我知道你為我好 其實丁老師的這一番話呀 我覺得他更多的是 希望你更好 也許好像這個節目播出了之後 大家對丁老師的一些看法 都不太一樣 我在第一期的時候 也不太習慣他說話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當 越認識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 其實是很可愛的一個人 他有很多很感性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 如果他真的不在乎你的話 我覺得他連一句話 都不太想說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這一番話 也許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你可能會得到一些東西 所以加油 應榮 謝謝 謝謝老師 加油 加油 我剛剛說丁老師太狠 是因為他搓到我了 我知道我自己可能想要做什麼 但是沒有做到 丁老師給的這個方向說 我們對你有想法 我們認為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跟你是一樣的 你講的話是另外一個 我在跟自己講 唱跳歌手在參加比賽 是有優勢的 會吸納很多人的眼睛 但是當你走出來之後 你的劣勢就呈現了 其實作為唱跳歌手 蠻難的 想要的東西也太多 所以做著不斷的嘗試 在這個嘗試當中 漸漸的就開始有一些迷失 我很想跟應榮講 其實這些老師給你的這些話等等 這些東西 給了以後他可能今天刺激了你 給了你很多的勇氣 但是你可能回到房間 回到家裡之後 一樣的問題就會面臨過來 我要面對的還是 我今天這個你們說的 沒有被提及的江應榮 那我還是愛我的音樂這份事業 我要怎麼回來 我覺得江應榮最後還是靠你自己的 真實的面對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希望看到一個 特別特別好的江應榮 再有自己的舞台 再有自己的光芒 謝謝老師 我特別想問一下應榮 你覺得這麼多年 從你出道到現在 最難忘的是哪一個舞台 最難忘肯定是實現夢想的那個舞台 09年的快女 跟你一起比賽的那些姐妹們 有保持聯繫嗎 當然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說 要辦屬於我們自己的演唱會 所以我覺得姐妹們也給了你很多力量 讓你站在這個舞台上 如果我好了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非常驕傲 就跟他們好了 我也非常驕傲 小花 誰啊 誰的聲音啊 黃音吧 天啊 江應榮你是最棒的 兩位 黃音和蕭芸 是2009年快女的季軍和亞軍 哈囉 主持人好 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黃音 是江應榮的死對頭 你好 黃音 歡迎來到我們今年天賜的聲音 還有一位 來跟我們打個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蕭芸 歡迎蕭芸 你知道我們等了多久嗎 我等的手已經都被電了 我一直在看呢 我只想跟應榮說 她在我心目當中是最棒的 永遠都是最棒的 我覺得她是全中國最厲害的唱唱歌手 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是 她是冠軍 她在我心目當中永遠都是冠軍 不管別人說什麼她永遠都是最棒的 我想跟你說的是我們以後在外面 想哭的話隨時跟我們打個電話 或者我們約出來 因為你的心態一定要放好 當你覺得自己發展不夠好的時候 看看我 你會覺得 她已經不夠了 應榮你好 這次在天賜的舞台 希望你唱得開心 玩得開心 你永遠是我心目當中那個 最活潑 最可愛的小花 我的成長她都有成語 我自己非常的感恩她 希望應榮這次參加的節目 可以讓自己發揮出更好的水平 然後觀眾朋友們可以多支持她 我們都會在你的身後 所以不要怕 胸前 謝謝 謝謝 真的太感謝了 謝謝天賜的聲音 希望有更多這樣好的舞台 能夠讓我們站到舞台上 來跟大家展示我們對音樂的理解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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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有請二位選擇我們五位音樂合夥人當中的一位 作為你的搭檔 好了 佳英榮 黎一彤 兩位的選擇是 3 2 1 1 蘇有鵬老師 恭喜有鵬老師 二位選擇的是你 蘇有鵬老師 請做出你的選擇 請做出你的選擇 第一次可以出現在CD盒內 但是也要告訴你們 還有別的機會 其他四位音樂合夥人老師 他們可以進入到我們的搶人環節 首先 海權老師 請揭曉 放棄 胡彥斌老師 請揭曉 放棄 來 立宏老師 張少涵老師 請揭曉 放棄 音樂合夥人 蘇有鵬老師 他選擇的搭檔是 三 二 一 江映榮 恭喜江映榮 來 我們拿起我們的經典有機奶 為我們真誠的音樂 一起來乾杯 這也是經典有機奶 推出的全新的經典音樂的亮品 每一瓶都富含有3.8克 優質乳蛋白 你眉頭開了 所以我笑了 我想要成為自己 也成為你的光 哇 說得真好 我想一同呢這個 因為終於從團隊裡面 就是脫影而出了 我建議你不要錯過一個 這樣的舞台機會 寄信給大家表演一段 非常高陰陽的表演 就像是非常有陰陽的 經典有機奶一樣 充滿了活力 重點是三個字 高陰陽 和我們經典一樣 高陰陽 來 大陰陽 來 大陰陽 就非常的有营养了 奶白奶白的 就像我们的经典有机奶